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已经不知道介绍这次第几款打的三国为主题的作品了 让我们直奔主题吧 少女三国传 游戏在中国叫做晋级的战神 这名字取名也是挺诡异的 完全跟少女联想不到一块 开发商为中国的行天科技 台湾代理为伊托GAN 母公司为中国的玩动网路 我上半年才介绍过他们旗下另一款神领思章 结果回头一看 早已经入土为安了 短短三个月就光束阵亡 让我们猜猜现在广告打正凶的主神气园 到时候能撑多久 如果游戏营运除了丢厨子活动 却没有内容以外 到底是要韭菜们怎么支持呢 或许眼禅近期的三国加美少女游戏经历 也想来分一杯羹 目前像是少女回战 幻想名将串等 营收表现都还不错 另一款三国制幻想大陆 也即将上架 抢攻这一块三国市场 游戏为外用的放置卡牌养成 例会方面我也特别提一嘴 不知道是不是走出中国 什么都会审查 惨遭魔改和谐的机制 影片中展现的例会图 跟游戏中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同步展示对比几个角色 我感觉常常是想往少女混战的方向靠拢 所以影片中美术设计上比较放得开 但实际还是以正式上架为主 不过老实说这方面的美术精致度 对比少女回战来说还是远远不足啊 要玩家为爱买单的话 看来还是得多下点功夫了 而玩法上就不值得一提了 就放置游戏嘛 跟市面上的百款放置都大同小异 主要还是看战斗方面 场上是否要用心还是摆烂 不过很显然场上是选择走后者 这战斗的人物都长得一模一样 根本是用同一块模组拼凑出来的 除了放大招会把立会召唤出来以外 完全没什么特色可言 虽然《照女回战》只是文字战斗 但人家好歹美术立会够卷 然后关于课金方面还是一样的恶心 其实画面都被各种课金按钮笼罩 都2022年了 同整个干净的画面 让观感上一个画 真的也不会少赚一分钱 要嘎韭菜还是要有点手段了 别一开始就让玩家劝退啊 结论 天下喜喜皆未立来 天下朗朗皆未立王 这次的介绍比较短一点 本来想说要不要额外介绍取中键 但它内容跟玩法也还会完善 还在半成品阶段 之后有机会再介绍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